Hello 大家好 我是King Phone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然后接着之前给大家分享了剑盾里面最新的宝可梦 以后呢 今天公布了剑盾里面前期代所有精灵的一个存活情况 然后我也把它做成了一张图片 然后放在了我们这里 这里绿色的是确认存活的精灵 白色的是被砍掉的精灵 可以看到白色其实还是占很大的一块 所以说大部分的精灵还是难逃一死 这个也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来一点一点的看吧 反正都在这里了 首先呢 看我们的左上角 我们的初代的玉三家只保留了我们的烹火龙 然后呢 家门虫 那个八大蝶也保留了 但是呢 我们的笔雕 我们的大针锋 我们的拉达 我们的猎雀 我们的阿伯怪都不见了 皮卡丘呢 还是照常保留 然后呢 我们的穿山王尼多 王尼多后 胖可丁 大嘴符 包括插字符啊什么 应该都是没有了 然后我们的六尾和九尾保留了下来 皮可西也保留下来 为什么要保留皮可西 去把胖可丁给切了 不懂 然后我们的这一些可以看一下 喵喵还是保存了下来的 这边呢 有几只我特别初代比较喜欢的 比如说我们的快涌蛙也没了 湖地居然也没了 那么基本上也就可以 反正不知道怎么说了 但是怪力保留下来 因为它是有极具化的怪力的 然后其次我最喜欢的龙龙眼 也是没有了 变成了一只很丑的梅炉怪 然后呢 是我们的这个 等一下啊 初代的话我再看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绿色是存活的 然后白色的是死亡名单 还好耿鬼是留了下来 耿鬼我是真的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这游戏就不玩了 再看看 艾比狼 沙瓦狼都存活 那么带龙 这边呢其实真的也都还行 飞天螳螂 迷纯姐 电击兽 鸭嘴火龙 这几只其实我都很喜欢 还有大甲 就是初代里面我比较喜欢的几只 就是看起来特别帅的几只 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前排的攻击输出的 ADC的这种精灵 都不见了 那么后面暴力龙啊什么的 这些人气比较高的精灵还是保留了 然后初代的话是也是全没了 然后初代的三神鸟神兽全 只剩下了一只梦幻 我这次看了其他几个世代 神兽基本上都是不见了 就只剩了很少的几只 而二代的话呢 玉三家同样也是没有了 然后在这边开始看 这边其实也都还好 爪王保留 太阳一部的进化型保留 然后这边的其他几只 人气不高的精灵也都是没有了 巨前螳螂也给切掉了呀 那几只ADC其实我觉得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把它切了 赫拉克罗斯我也很喜欢 熊宝宝我也挺喜欢的 也都没有了 那么有了钢鸟的话 这个第二世代的这只钢鸟肯定是没有了 黑鲁加也被切掉了 然后包括刺龙王呀 还有我们的盾甲呀 盾甲因为有那只新的岩石的象了嘛 然后三地龙的全部都没了 包括这个ADC的退化形态 进化形态全都没有了 然后神兽也是基本上都被切掉了 三只狗以及我们的凤凰 路基亚 全都没了 然后班吉拉的这个生态还是存在的 雪大币也不见了 然后到了我们第三世代 红蓝绿宝石 初代遇参加同样是死光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土狼犬也没了 加猛狗嘛 但是真说倒是保留 因为它是有了那个加勒尔地区的那个蛇文熊和我们的直冲熊 看起来比较邪恶 同样是在恶系的 然后呢几只虫子全都没了 但是乐天和同得到了保留 因为乐天和同在 其实讲到了在对战里面还是挺有用处的 我感觉它应该是把几只对战比较强的精灵得到了保留 因为到后期它还是二周目还是有对战塔 以及我们的那个联网对战的 大王也没了 然后这只鸟还有我们的沙奈斗 沙奈斗其实对战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第三世代比较喜欢的斗力孤也没有了 嗯 请假王也没了 嗯 但是这个 这只 这只倒是留了下来 嗯 爆音怪没了 相铺 历史没了 潮尾鼻没了 然后优雅猫没了 嗯 波士可德拉也没了呀 那这样的话 梅卡的好多精灵都不见了 我看 梅卡大甲也没了 梅卡波士可德拉也没了 应该是 但是梅卡这个 好像之前也说了是被取消了 所以说 嗯 落电兽得到保留 落电兽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这边的几只 镇腹垫拍拍啊 虫子呀都没了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毒强威还保留了 嗯 巨牙刹 利牙刹 呃 还有这个那个喷火駝也都 没了 嗯 煤炭归得到了保留 再看看啊 沙漠蜻蜓 哇沙漠蜓蜓那么废的一只准神 都 永远 每一世代永远都是有它 但是它的存在感永远都是具体 我不知道为什么需要它的存在 最近宝可梦卡片的那个PDCGSM12里面 也是出了沙漠蜻蜓 而且它也是可以用的 嗯 再看看啊 接着的话呢 青鸟也是被切掉了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还是应该很喜欢青鸟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 然后化石系列的话也都没有了 所以相当于是前代的化石基本上都是被切掉了 呃 只留了剑盾的化石吧 嗯 美纳斯还是保留 因为美纳斯人气还是比较高的应该 然后保留了一只这个 这个夜巨人 阿博苏鲁同样是被切掉了 呃 地牙海狮没了 这边这些水系的基本上都 都在剑 然后哎 暴容员也被切掉了 哎不是吧 这这两只准神 我觉得暴容员和和那个金属怪 我觉得人气应该是很高的呀 就 为什么 这都敢切的吗 这GF有点有点过分的呀 你把其他普通的精灵切几只 我 暂且忍啊 但是你把准神给切了 这个 这个我不能忍了呀 然后这边的神兽全部死光 包括我们的玉三家 这边这一排的精灵我都剧喜欢 哎全没了我靠 然后是加门鸟什么的 全没了全没了 第四世代死的好好惨烈啊 啊第四世代的话是保留了我们的毒强威的进化 保留了我们的风风风女皇 保留了我们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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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我也没用过 嗯 这个也是啊 这这只我觉得这两只人气会很高吗 就在锐里面遇到我都真的是无所谓啊 这个幽灵气球 嗯 哎 地龙 地龙被切了 什么什么意思啊 地龙没了 地龙没了还玩个 球啊 这 哎呦 地龙哎呦 我操 我最喜欢地龙了 嗯 卢卡利欧保留 然后这个蝎子保留 哎 这些其实都 哎 怎么说呢 就是他如果一刀把它切下去 你 切什么我们玩家都不会开心的 就是总有精灵是我们钟爱的 比如说我之前第二世代 就之前玩精灵的时候就有一只 那个伟利 我当时 就比较有想法嘛 我那个主兽不练 就有一次开档 就不练主兽 就把那个伟利练到了70多级 然后用来打天王 就一直都打不过 因为那个伟利就是很菜 他到后期就只能学那个 那个破坏死光 然后到那个天王那边 就算我等级压制对面20多级 还是会被对面瞄 然后那只伟利真的是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呃 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呢 哎呦 反正这个我真的是 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包括三合一次怪啊 这些只留下了一只钻甲暴龙 然后把其他的几只都杀了 我不懂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要留这一只 你为什么不留这两只 为什么你留了这一只的话 这两只照道理来说也要留吧 这三只 他只留了这一只 因为这只人气高吗 这是很不合理的 不能因为你人气高我就留你 你人气不高我就把你杀了 没有这个道理的 然后是我们的这只蜻蜓 一步同样是因为人气高被保留了下来 这一只天蝎王其实对战还是很强的呀 对天蝎王怎么也被切了呀 还有三地龙这个Z还是 应该是Z吧 三地龙Z应该对战也是 很强手呀 哎呦 然后是这个 不好意思我骂人 骂人了 这个是我们的神兽 一样是全都无一幸免 这第四世代神兽没一只幸免的 到比克提尼这边全死光 然后玉三家哇全死 就每一世代的最后和最前的几只 我都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都是比较人气的 毕竟是神兽加上玉三家都是人气虫啊 全都没了 嗯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加盟狗没有了 嗯 这个捷豹保留了 这个其实 第五世代的话 我喜欢的几只精灵 哎呦 我喜欢的这个马没了 其他的全都在 我的天 地蔓延什么的 全都保留 差不多娃娃居然也没了 吃不了经验了呀 我的天 嗯 然后的话呢 是我们这边 这个蜈蚣也没了 嗯 这个 这个蜂妖精和心棉还保留 哎 这一只也没了呀 这一只我的那个 我很喜欢这只鳄鱼的 因为它 我当时在玩黑白的时候 那个逆灵 真的是毁天灭地 而且黑白里面那个逆灵的动画特别帅 就感觉像是地狱一样了 就特别特别帅 然后哇 这只也没了呀 活了呀 然后化石一样是全部死光 我们来看一下 等一下 呃化石死光 然后是到了我们这边 哎索罗亚克也没了 我的天 之前 哎 我还是很喜欢索罗亚克的 哎呦 索罗亚克没了 五天鹅没了 这是那个四级鹿 这个导电飞鼠 求求孤 给我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保姆曼波 全都是去世 还有我们的这个麻麻鲑鱼王 哎我不懂 其实像这个冰熊 这这这种怪 人际会很高吗 会高过我们这只鳄鱼吗 我的天 会高过我们的地龙吗 我的天哪 我不懂他怎么想的呀 然后我们的这个 这只 这只准神也没了 嗯 不想说什么 抱抱死牛头 哦 火神鹅没了 卧槽 火神鹅没了 我的天 这不是人气宠吗 这真的是 不懂 但是三头鹅龙保留下来 我其实更喜欢火神鹅啊 胜过这个三头鹅龙 三头鹅龙 他的进化的等级太高了 而且他的那个打手 我个人觉得 也一般 因为他是走 一般是走特殊攻击的 三头鹅龙 没什么好的 好的打击面 我个人觉得 所以说对战一般也是 不会去用他 神兽全部死光 一只没有姓 一只都没有姓名 然后玉三家全部死光 然后绝绝兔反倒被保留了下来 绝绝兔 绝绝兔被保留了下来 哎呦 然后哎呦 现在就有点有点难受 到了日月了啊 到了日月了 我们把相机往下 移一下啊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 哎呦 这个鸟也没了 就是平时 之前一直用来孵蛋的 嗯 这好像不是日月啊 这是XY 这是XY 然后我们的小石狮也没了 哎呀 我个人很喜欢小石狮的 哎呀 也是没有了 小石狮我个人觉得是很可爱的 这经理 然后 然后是到了我们这个尖盾剑鞘 嗯 尖盾剑怪啊 还是保留了 毕竟是剑盾嘛 嗯 这些精灵都是保留了 哎我不懂 像这只 这只那个海狐 人气很高吗 我觉得应该高不过毒龙吧 应该高不过这个 这个手臂泡屑吧 应该高不过这个吧 捏美露龙吗 啊 这不是捏美露龙啊 这是那个冰霜巨龙啊 也还可以啊 都挺好看啊 电电奶也没了 电电奶也被 也被也被切掉了呀 哎 就就 不想说什么 呃 然后的话呢 就是阴波龙这只 唯准神还是 还是留了下来 然后我们的神兽全部死光 嗯 到了日月 等一下啊 日月的话呢 同样 祖寿那个玉三家全没 然后大嘴鸟 还有我们的川普也是 不幸的就是死亡了 嗯 这几只其实还好 日狗没了 我的天 日狗月狗 相当日狼月狼全都没了 呃 过不过分 我就问过不过分 呃 然后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蓝唐花 没了 嗯 再到 再到下面 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花环寥寥也没有了 呃 试沙宝也 也 也 没有了 然后这个 这个瘫睡熊吗 然后这个是那个 小允星 这个是那个 那个彩虹鱼 这只其实还挺难调的 我在日狼月里都没有抓到 我是直接找别人要了弹种 然后战尾林甲龙是保留了下来 但是神兽一样是 无一只幸免 异兽也无一只幸免 好吧 那就是我们这个 整个的这个剑盾的 这个生存情况 啊 我个人觉得是很堪忧啊 很多我喜欢的精灵都没了 而且其实大家退远看这个大图 白色其实还占了很多地方的 绿色其实只有一小块 就很难受了 呃 前代精灵这么不受重视的吗 准神 这个暴容员和这个巨精怪都给切掉了 这个实在是过分了呀 而且神兽一直都没了 我前代 前代游戏里存了很多神兽 就是 甚至是闪光神兽 我特意刷的 就是想传到剑盾 一直传下去 他这个就让我断代了呀 让我绝肿啊 这 实在是 我不是 Pain JF啊 不是说宝可梦不好 但是这一点确实是做得不到位 确实是 应该是受到指责的 不是说我喜欢宝可梦 我就可以容忍他的任何缺点 你有问题 我就是要指出来 我再怎么喜欢你 我也要指出来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宝可梦的一个玩家 但是你出了那么大的一个问题 我就是要在这里 跟大家讲 然后把它指出来 希望你能够尽快的改正 如果你不改的话 那真的是伤了我们这帮老玩家的心 你 Let's go Let's go 那就 够就够了 我们无所谓 就当是吸引新人的作品 但是Generation 8 G8 这就是最新的宝可梦 你如果这个拿不出手 那就是没有牌面了呀 真的难受了 反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宝可梦的新闻 反正各种滋味大家自己来评判 我个人现在是以一种旁观者的那个情绪 在看这个剑盾发售以后到底会不会好 同时我也是预定了双版本 希望剑盾能够给我一个惊喜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